历史像水一般流淌 历史上的今天 讲述历史真相 道出生命冷暖 也就让我们去承受 怎样的因果报应吗 让我们就像那些 诽谤者的下场一样吗 难道我们要永远做一个 被全人类憎恨和拒绝的民族吗 不 从纳粹罪犯中脱离出来 用你们的行动证明 你们不想与之通流合污 一场新的解放战役即将开始 千千万万有良知的国民 能分清善恶的同胞 将与我们并肩战斗 这是面向全体德国人的号召 战争正在走向 它宿命中的终结 就像1918年的德国 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 潜艇战威胁的增长上 但东线的部队 却在不断的撤退 西方又有迫在眉睫的入侵 美国的战事动员 还没有达到高潮 但已经让世人 前所未有的刮目相看 世人已经明确一点 希特勒正引导着德国人民 走向深渊 希特勒无法赢得这场战争 他能做的只是拖延灭亡 苟延残喘 希特勒及其走族们犯下的罪行 庆祝难输 报应越来越近了 但是德国大众在做什么呢 他们对这些不闻不问 盲目地跟着骗子们走向灭亡 当看到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胜利地标榜 当听到希特勒说 我将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叫嚣的时候 这战争已经失败了 德国同胞们 难道你们想让自己和你们的孩子 重复犹太人的命运吗 让我们怎么对待犹太人 我们也就会承受 怎样的因果报应吗 让我们就像那些 诽谤者的下场一样吗 难道我们要永远做一个 被全人类憎恨和拒绝的民族吗 不 从纳粹罪犯中脱离出来 用你们的行动证明你们 不想与这同流合污 一场新的解放战役即将开始 千千万万有良知的国民 能分清善恶的同胞 将与我们并肩战斗 脱下你们包裹自己良知 让自己麻木不仁的外衣 果断做出决定 莫待为时过完 不要相信纳粹的政治宣传 不要相信德国民众的福利 与纳粹主义的成败息息相关 一个罪恶的政体 是无法让德国走向胜利的 请及时把你们自己 和与纳粹有关的一切分割 对那些犹豫 躲藏 战前顾后的人来说 公正而可怕的判决 很快就会来到 这场战争的结局将让我们认识到 这场战争从来就不是国民想要的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无论源自何方 终将化为泡影 永远不能让穷兵独武的普鲁士军国主义者 再度夺权 欧洲各国只有在大规模合作的基础上 才能再谈重建 普鲁士层试图在德国和欧洲行使极权霸权 对此一定要防危杜建 未来的德国必须是一个联邦政体 关键时刻只有建权的联邦制 才能为战后的欧洲注入新的生命 工人们必须在纳粹的建塔和奴役中解脱出来 虚幻的民族自治产业结构必将消失 每个国家和每一位国民 都有权消费世界各地的商品 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保护个体公民免受犯罪政权的暴力侵犯和武断伤害 这些将成为新欧洲的基础 支持抵抗 散发本传单 白玫瑰传单6 这是德国反纳粹组织白玫瑰的第六章 也是最后一章传单 在1943年2月份制作的 白玫瑰创始人之一 苏菲希尔在慕尼黑大学散发这些传单的时候 被一名纳粹党徒发现 小组成员随后被围捕 领导人被处决支持者被判入狱 白玫瑰传单6 我们只有一个口号 反对这个党 退出这个党组织 这个用政治的锁链来挟持 来堵人民的嘴的组织 离开党卫军 及其党内马屁经文聚集的演讲室 我们需要真知灼见和思想的自由 我们不惧恐吓 哪怕高等教育机构的大门对我们关上 这是意识到这个政体的道德责任之后 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的未来 为我们的自由和荣誉所做的抗争 在抵抗中做一名斗士 当看到斯塔林格勒战役的死亡人数 人们的心动摇了 破碎了 一个自己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却又私心膨胀的领导人 在他的宣传鼓动下 33万德国人被无情的 不负责任的趋向死亡 袁少 我们真的要谢谢你 因为你的愚蠢 让德国人看清了真相 我们还要继续把国家军人的命运 托付给这么一个半吊子笨蛋吗 我们是否还要牺牲仅剩的德国青年 来实现党内一小撮人的野心 不 坚决不 德国人已经受够了 清算之日已经到来 这是对德国青年及他们最可恶的暴君的清算 我们以德国青年的名义 要求阿道夫·希特勒 恢复我们的公民个人自由 这是我们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被他骗得太惨了 我们成长在一个自由的言论 被不择手段镇压的环境中 希特勒的青年团 冲锋队 党卫军 在我们本应前途无限大战宏图的青春时代 将我们拖下水 对我们开始了严格管制下的彻底改造 用美其名曰 哲学训练的卑鄙手段 将我们萌芽发展中的智力 封闭在空洞辞早的迷雾中 用一套选拔邪恶者 选拔思想狭隘者的体制 来培养其党内未来的领导人 让他们成为无神论者 变得粗鲁 无理 不讲良知 进而成为不学者 跪自首 成为元首盲目愚蠢的跟班 前线的士兵被这些考验合格了的学生头领 像在校生一样死板地管理着 思想要符合党的要求 只要是崇拜纳粹高官者 哪怕是新兵也可以摆老资格 而纳粹长官却在用猥亵笑话 来侮辱女学生的荣誉 莫尼黑大学的女学生 对有损他们荣誉的行为 给予了有尊严的回击 德国学生也坚定地站在大学 女生一边支持和辩护 这是我们为自由的主见而抗争的开始 没有这种主见就谈不上智力和创造精神财富 我们感谢勇敢的斗士们 无论男女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只有一个口号 反对这个党 退出这个党组织 这个用政治的锁链来挟持 来堵人民的嘴的组织 离开党卫军 及党内马屁精们聚集的演讲是 我们需要真知灼见和思想的自由 我们不惧恐吓 哪怕高等教育机构大门 对我们关闭 这是意识到一个政体的道德责任之后 我们每一个人 为我们的未来 为我们的自由和荣誉 所做的抗争 在漫长的十年中 自由和荣誉 这激起德国人心中正能量的词汇 一直被希特勒 激起颤媚者们 曲解 压榨 粗暴处理 使之贬值 达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 这过程中 充分展示了 他们对民众个体自由和精神 信仰自由的打击 对德国人民道德物质的破坏 对自由和荣誉意义的歪曲 可怕的大屠杀 足以让最蠢笨的德国人 大睁双眼 而这恰恰是他们在全欧洲 借德意志民族的自由和荣誉 知名做的系统安排 罪行每天都在刷刑 如果德国青年们继续沉沦 不能站起来为此赎罪 不能打碎令他们痛苦的源头 不能重新建立神佑之下的新欧洲 德国就将永远地蒙烧吃辱 同学们 德国人民在看着我们 正如1813年的民众 期望我们破除拿破仑的统治一样 1943年 他们同样期待我们用精神力量 破除纳粹营造的恐怖 斯塔林格勒和别列金纳河 正在东方燃烧 这场战役中的死者 在恳求我们行动起来 起来 起来 同胞们 以烟和火为计 在对自由和荣誉的更新突破 和热切渴望中 我们的人民已准备好 随时反抗纳粹 对欧洲的奴役